最新消息 新北市五谷工商路的一栋两层楼铁皮厂房 稍早发生了大火 消防人员一共派出了195人 70辆相关的救灾车辆持续的在灌救当中 在铁皮屋当中救出两个人 一名47岁男子双手双脚严重的烧烫伤 烫伤面积有6% 另外一名44岁男子也有烧烫伤 救出之后紧急送医 这铁皮屋平常是汽车修理厂 起火原因还得等待火势扑灭之后 才能进一步调查